今天我們為您精選的國際話題 是全球共同的問題 就是萬物起漲 不過在中國今年有一樣商品 即使它有一點點漲價了 但是還是賣得很不錯 這個商品叫做彩券 賣得有多好呢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一份數據 是今年一路算到9月 在中國的全國彩券 累積的銷售額是上看了1.9兆 仔細看好1.9兆的台幣 跟去年比是多了52.5% 如果跟疫情前 也就是2019年之前的同期 當年樂透型的銷售數字彩券 銷售比是53.1% 如果是呱呱樂的部分的話 則是6.9% 但是一直到2023 你可以看到數字彩券的銷售占比 看起來好像是稍微少了一點 剩下28.2% 但是呱呱樂的部分是23.7% 如果只是看到這邊的話 你會說其實這個彩券 看起來並沒有銷量增加 但是後面出現了新的 運動彩券的占比是41.5% 至於其他的部分是6.6%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彩券的確變日文了 只是狀況有一點不大一樣 那根據澎湃新聞的報導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你可以看到這呱呱樂是明顯提升 提升的原因是因為 現在很多人看見呱呱樂 基本上不用等 馬上就可以對講 所以對很多人來說 尤其是對年輕人來說 是受到了他們的喜愛 關鍵字就在年輕人 總體來說 現在有專家認為 早期中國的彩券行 通常會開在一些 比較不起眼的一些巷弄 而且當時主要銷售的一些目標 大多是中老年人 但是現在不一樣了 開始在一些大型的商場 會出現一些 設計得很時髦的彩券行 而且現在銷售的目標 開始瞄準了18到27歲 這個Z世代的族群 那有中國的媒體就認為 會有這樣子的改變呢 是因為開始有年輕人 把買彩券當成是一種娛樂 或者是解壓的方式 而且這買彩券 其實大概就是一杯奶茶的錢 所以拿這一杯奶茶的錢 去買一個一夕之風的夢想 這大概讓這個年齡層 現在目前有三成八的人 願意掏出這筆錢 不過話說回來 這一夕之風固然人人嚮往 但是別好賭成癮 只要小賭都還是一樣